大山里跑100公里,168公里,我说这些人都疯了 人生没有什么事情,完全全都要如你一的 对,我觉得越野赛还是一个自己的比赛 真正打倒我们的是自己 我是蓉蓉,陈蓉蓉,算是非职业的越野跑运动员 生活中心主要调剂在家庭还有跑步上面 工作就是在私企给老板打打杂 我是那种那种就是糊里糊涂的人 我其实跑越野挺偶然的 是被人家一步一步挖坑,挖到这个地步的 我是填坑人 对,我之前不怎么跑步 就是跑步就属于遛狗跑那种 但是后来是因为那个生完孩子以后 就是身材发腐了嘛 然后所以我就跑跑步渐渐身 17年我是开始了越野跑 我第一次跑成立是18年70公里足 然后很意外得了冠军 然后转年的19年我跑的168 也是意外夺冠 然后接着就是跑的130组别 去年是跑的192 GTC组别 今年我又来跑168了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 在这个比赛之前我也曾经想过 要不要跑100 因为如果我要跑100的话 我就挑战了崇里的全组别 基本上就是大家也好像也挺期望的 你会不会拿一个大满罐 但是我后来我觉得跑100公里太累了 要不然我就再跑一个168 因为崇里也是我的第一个168 再跑一个168 看看我这几年究竟有多大的进步 五年不同组别的五年冠 也不是 目前我还没有跑过百公里走 就好多人都说他明年一定逃百公里 然后偏偏不按套路出来 越野赛就不仅仅局限于崇里 他这个站台或者是取得一定的好成绩 是有一定的运气在里面的 我觉得我运气一直都很好 因为长距离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不光是你的实力 其他的影响你成绩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于自身 真正打倒我们的是自己 并不是外界的困难 我们跑越野的快乐之一 就是不断地从山野中发现一些大自然的馈赠 例如这根韭菜 这次比赛我是想往24小时靠一号 170公里8400的爬升 我觉得可能时间会稍微延后一点 给自己25到27这个中间吧 尽量的去完成 但如果要是能往前靠的话 自己还会往前靠的 但愿会非常幸运 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3、2、1 这样处理这种天气 一会儿刮风 一会儿下雨 然后又曝晒 下个天要吃泡面 这个都会对心理造成影响的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初心 回头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自己 就是不管我们在跟谁较量 站在什么样的起跑线上 我们都要找到那个 我当时完成这个比赛 就很开心的那种状态 在这儿 你把这软水屋还有一只给我 加油 陈柔柔加油 第一是第一 直接灌水啊 直接灌 给我带两个水袋吧 你们提前给我灌好就可以了 还是一个水一个可乐是吧 对 都是要凉的是吧 对 我要是变的话我再告诉你们 10公里爬升600 三岸下降500 这也就可以无尽的喝可乐 非常快乐 好可乐 你们这三имо没办法 我们要去看看 一二好 然后 delighted 早点 我可以一个阶段 每次都要送一尸 来 先生 粥不喝了 甜的有点多 有点转力 鞋里有沙子 其实我想换这个鞋 那就换了吧 说你一点就 你妈补过吗 补了 一路都在补 还有是吧 有 胶身上还有两条 可以再拿两条 两个就够了 下个点不是还见吗 嗯 一片 一片应该够了 好 头灯先试一下吗 我试了 我今天试了 是吧 那个被灯给我放在里面了 爸 另外一个灯 我放里面了 好 那个袋子 好 哪个 热粥什么的 热粥 有些地方有 对 我看一下 过着咸汤 给它弄好 热粥 咸汤 对 有的地方就给它弄好 到泰晤会好像有面条 多了没地 我知道昨天我们不是也去的 下一个点有想要想吃的吗 要有刚才那样吗 粥 咸菜 粥 咸菜 ok 那边 那边 现在领先还挺多的吧 应该要稳着点来 上个点已经跟它说过了 因为刚开始嘛 就到这是60 将近69 对 然后呢 只要稳着点自己跑自己的 应该没问题 结婚一块是吧 直接不用买 呃 陈荣现在已经 到我们这个点了 上一站的话 呃 比 第二名快了47分钟 在后半段 如果还有能力的 可以再快一点 这个是啥 嗯 姜汤 对 然后夏天 要有个好味啊 我走了啊 好嘞 加油 嗯嗯 鸡肉稍微有一点 下坡没有那么 嗯 没有那么 敏捷了 但是这是 长距离的正常发明 不需要在这个 塞端 可能 稍微调整一下 嗯 缓一缓 就好一点 嗯 就白刀 就是白刀 这是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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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一百二十岁 看我的全方位服务 可以可以 粥还要吗 粥 不要了 我可能吃太多了 胃有点不舒服 那个下一站是九公里 六百多爬山 六百多爬山 臭大 我刚才特别困 后面也没有盯上来点 没有 那远了一些 那我能不能 咪个十岁一个 可以 我刚才在那山上特别困 然后一看心度特别低 这咪有点凉 下一个点其实爬生不大 到下面那个点咪一个 下一站是有羊汤 喝不了了 羊汤也喝不了是吧 固定是喝不了 好好好 慢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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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里没神了 好 太恶心了 不知道他能吃下什么 嗯 就躺一下 要躺吗 躺十分钟嘛 不躺也要拉伸一下吧 对 对 但是我觉得 我的速度掉得太多了 所以你躺一下 我起来的时候 拿那个热的那个湿巾擦一下脸 好 精神一点 什么时候我教你啊 好 我没睡着吧 迷糊 我不知道 像睡着 印象没睡着 幻觉 拿这个擦把脸 热水 对 尝尝脸 脖子什么的擦一下 好了 我现在已经是多少公里了 113 113 好像鸡 热它还好吗 鸡 有吃有吃 你有吃 给它 给它吃点什么煮食啊 这边有馒头,有小米粥 可乐它也喝不下去 也喝不下去了 嗯 那咋办呀 那给你今天 我现在只能喝点水 白粥,米汤 然后咽点什么 上一站睡了十分钟 你吃不吃馒头,咸菜 我不要那个温水,我喝不了 那我给你喝吧 拿这儿就好 嗯 不要这种饮料 你带两个吗 带两个 嗯 我之前连水都喝不下去 我知道 有两个站点吧 连一 连人生两个站 连一个水都喝不了 坐着吧 坐着我蹲着 你不带一口水吗 一会这个饮料难受怎么办 还好这饮料不甜 汤汤是咸的 我觉得我现在好狼狈呀 哎 哎 把刚才那两个点熬过去了 现在感觉好了一些 原来想跑一个好一点的成绩 看自己的机分能高一点 但是现在看保完赛 保明次 最后再说成绩的事了 人生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万完全全都要如一的 不如一十之八九嘛 对吧 我已经很幸运了 我现在下坡就是拿杖储着下 崇里的地太硬了 还要搅搅搅 搅搅搅 路板的路况上好像比相对来好多了 是吧 反正快搞完了 怎么都快搞完了 我可以吃瓜 嗯 这瓜不错 嗯 面料就吃青菜面了 行 炸菜不要吧 袜子什么要换吗 袜子 鞋还是没了 这不换个袜子的 脚底盲套了 吃不住 怎么有 有点喝 现在来个青岛喝喝 疲惫了 有点疲惫 清醒 清醒 成功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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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有23公里 我现在对时间已经没有要求了 这个脚底下全都是泡 为什么要泡越野 为什么要泡168 鱼杆有点疼 还有十几公里就到终点了 终点我觉得还得4小时 我去打个卡就走得了 上个点吃的东西都吐出去了 吃着两块西瓜 然后就走 从那绕上去 看看那儿吧 直接送上去 出去之后别绕上去 来我们拿起镜头 接下来迎来的是 游体3组168公里女子冠军 陈荣荣 恭喜陈荣荣 老子为什么要跑越野 设计的赛道 开玩笑啊 就是到出现的那最后一刻吧 还是觉得这些辛苦还是值得的 虽然开始的那个想法没有完全的实现 但是我觉得人也不能要求太多 对 我很满意很满足 尤其是我快下来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们来接我 我的姐妹在给我揉腿 看我周围围的人 我觉得值了 好 稍后 请amı lover 感谢观看